主席 各位联同仁 与会的各位媒体记者女士先生 我想今天早上啊 这个报纸啊 第二版联合报 这个前教育部长黄龙春啊 怒辞中医大学的校长 中国医药学院医药大学的校长 我想主要啊 我们都知道 这个我们本院的委员啊 这个针对几位已经卸任的部长啊 他们转任其他大学当年校长 那他说他们这些是门神 那其实我一直认为说 其实像中国医药大学 他整个世界排名是200大以内 那在整个亚洲大学的排名啊 他是第69大 所以说他绩效也非常的好 那当然政府有设立旋转门条款 那主要就是限制 退休以后不得担任离职前啊 这个只会跟职务相关的盈利事业董事以及经理的职务 那至于说转任财团法人的失效是不受限制的 甚至于领退休的这个教育部的这个凤起也不受设限 也是可以领双心 这并没有违法 那我一直认为说 其实很多退休的只要没有抵触到旋转门条款 以他的专业 他的行政经验以及他的远见跟格局啊 我认为应该可以去担任 那以后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多高科技的人才 甚至于在工部门啊 他担任重要的职务 退休以后包括对岸包括新加坡都来挖角 那其实我们认为说今天我们要提升我们的竞争力 我们一些人才你要是说没有设一个特种委员会啊 这些人才把他留住 让他留到对岸去 留到新加坡 我相信啊 我们的竞争力未来会下滑 所以说我一直认为说 不要天天批就是回猫 天天批说他是门神 我认为最重要就是怎么让我们国家竞争力 能够往上提升 经济好一些 让人民生活好过一点 因为我们都知道你看第一季 原来的预测跟现在的落差差一半多啊 那老百姓不敢消费啊 有钱的人不敢消费 没有钱人的人当然更不可能消费 所以说我认为还是以整体作为考量 我们希望这个身为民意代表 在那个进退哪里啊 很重要 不要天天批门神 天天啊来批回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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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